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8日 习近平啊 现在目前在青海考察 8号下午 习近平来到了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 叫钢察县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 说是在青海湖县女湾 厅区啊 西连山和青海湖 生态环境保护情况的介绍 说是实地查看青海湖 环境综合治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 说随后呢 习近平来到了沙柳河镇 果罗藏贡麻村 看望慰问藏族的群众啊 走进群众家里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啊等等等等 给大家看看这些图片 然后分析分析这图片啊 看出了什么 你看这是第一张图片啊 你看 习近平这次和以前不同啊 刘鹤啊 习近平 那个人看不清楚啊 这些人戴了黑色的墨镜 这很有意思啊 你看这个 这几张图片啊 尤其这张啊 上午我曾经展示 再展示一遍 你看 一个是王建军 这是省委书记啊 青海的省委书记一把手 你看这张照片 习近平站在这个 这个桥上啊 这个扶桥上面 那么呢 接受这个藏民县的哈达啊 藏民都是这样啊 动不动表示尊敬 这是到藏民家里来了啊 这张照片 最精彩是这张照片 那么 你看这个照片后面的房子啊 你看那个农民的房屋 破破烂烂的啊 这个 可能是个小卖店吧 对不对 那后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陈锡 一个是丁薛祥 这说明什么 来进行组织考察啊 陈锡来 组织部长吧 对不对 要对这个王建军 这个认知的情况啊 进行这个研究啊 这说明习近平对王建军不放心啊 想把这个班子调整调整啊 我估计啊 应该是这样 习近平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作秀啊 让群众围着自己啊 贼哥贼武的 显得就是伟大领袖 你看 这些藏族的啊 这也是一个 都拿了哈达啊 藏族就是这样 我们都一起理解 那我要重点讲这张照片 你看政治照片 大家看一看 像什么 你看习近平这个照片 是不是像一张 这个 这个照片 像某一种照片啊 很不吉利的某一种照片 呃 挂在这个车上啊 白色的哈达飘起来 像什么 我一看这个照片拍的实在是啊 也不知道新华社哪个记者脑子 脑洞打开 这样照片能够放到这个 这篇文章里面配图吗 对不对 明显这个很不吉利 你看习近平这个 呃 这个照片 哪些个正常照片 我在放大一下 大家就看明白了啊 你看 这像个什么啊 这个可能这个电脑不是太清晰啊 我给他 给这边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很值得研究啊 你看 我给他放大了以后 你看什么效果 这像不像一张习近平的遗像 旁边这个断带像不像 晚了 你说这个照片好吗 是不是 一看就喜欢这个 这些摄影机制 源源不如就以前那些老的机制啊 现在不行 看 这个领导干尔伟今天通过了 发表 他肯定这个发表之前呢 仔细要研究啊 这个机制的编辑 要排上百张几十张啊 筛选 然后给编辑部领导 一级的审查 最后政治组 新华社总是政治组同意才能发出来 发出来 竟然是这样的效果啊 竟然是一个项块 把习近平这张遗照啊 挂在这个车辆上行驶 非常非常不雅啊 本人认为 就习近平现在这个领导下 这个专制集权统治 加速的走向了 就崩盘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刚才做了节目 看到上海发生了复旦大学 你看那么一个好的教授 一个人才 数学天才 最后变成这样的 一个暴力犯罪分子了 原因是什么 就这种政治体制 当管一切政治体制造成的 因为你用党呢 说有权力基于一身 这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不对 可能有的人相对性格好一点 善于化解矛盾 善良点 有的人特贵特贪 而且能当这个党这个书记的人 一般都是恶于封城 流血拍马的人 不是好人很少 不干正事 只能计划社会矛盾 对不对 既然博士讲的情况 是吧 我已经谈到了 那同样的 习近平正在 这次到青海 也是私杀基层 假象党对社区的领导 社区是什么 社会最稀微的稀泡 就是党的这个党棍 遍布全国各地 包括到人藏族的地方来 也是党说了算 权利都基于一个人 你不要看刚才这个视频或者这个图片当中展示的那些官员 省长书记建了习近平 点头哈摇来 战战进去 手都放到前面 一本正经 那是撞的 都是两面人 等习近平一走了 他在那个青海省 他就是老大 他就是习近平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都是这种政治体制就决定了什么 就是党管一切啊 党的所有权利基于这个一把手一身 很能出 还容易出问题 如果这个一把手好一点 可能还能作恶少一点 或者是像那个胡耀邦这样的领导人就太少了 一旦是一个腐败的分子 那肯定拼命的整钱 那像青海这地方 发给大的资源大神 以前我都讲过这里 曾经抓了很多贪官无力 之所以抓贪官 就是因为有腐败 有这个肥沃的土壤 就是一党之争的土壤 很容易出问题 那么习近平不放心 直到战争即将来临 到这种大户房来看看 赶快布局换人 和陈希来考察这个王建军 看看王建军怎么调动 可能要把他调走 我估计 因为他干的时间太久了 习近平不放心 怕将来一旦开战以后 美军打进来 或者是国军打进来 提防领导人要叛变 成为带路党怎么办 他担心这个事 所以他换人 我估计很快就换 说不定能让这省长当书记 然后把这个王建军 安排到别的地方去 推下来或者怎么样 就很难讲了 所以你看他习近平以来 他们最怕就是习近平 战战兢兢的 因为每个心里都知道 自己搞了多少钱 你像这个王建军 一直都在青海没换地方 我不相信他是连接分工的 领导干部 因为这个钱这个东西 说心里话 谁看都眼残 谁都想发假致富 谁都想 这个又花不完的钱 过着奢化的生活 人的弱点就是这样 这个 租了一套房 好像两套 两套要三套 这个每个人几乎都是有这个毛病 这个尤其是当官 你看当官现在一抓都是上千万 习近平现在还在瞎忽悠 不进行政策体制改革 这个社会已经很危险了 到了崩盘的临界点 你看现在这个凶杀案 这个社会 报复社会的案件 一起接了一起 现在你看今天 那共产党还会看到 更大 更多的 更大规模的 所以顶不住了 习近平上任以来 倒行逆施 和美国等国际社会 民主价值观的 这个西方世界对抗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经济搞不好 这个社会矛盾也尖锐 民主矛盾也 也是尖锐 你想想 现在美国还要追责索赔 就说90年人 就要拿出报告 拿出报告之后 人就是问责了 问责不行 人诉讼法律 法律不行 人就跟你 直接就对峙 就开干了 一定是这样 开干以后 你即使跑到青海 也解决不了问题 青海是 这些藏民们 大部分都怀念 这个大脸喇嘛 对不对 大喇嘛这个 这个人格的感 感召力是太厉害了 你看大喇嘛这个中间路线 是吧 这个在海内外藏人心目当中 那是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说你不要看 给你灰灰哈达 那灰灰哈达 就是高压统治下不得不毁的 是吧 你看这新华社记者选这张照片 随着他怎么想的 也可能小便故意的 就整个一张照片 让你挂 挂到这个车上去 叫你倒霉 也说不定 这很难讲了 现在人性 很难猜测 因为社会到了一个 变局的一个时代 该来的 就临近了 但是习近平还在什么 还在自娱自乐 还在招手 好像人民其中挺用户的 谁用户的 是不是 根本不可能用户了 人民用户的是 民主选举的领导人 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迅速就来到了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